接下来我们看疫情 疫情大家一直很关注 世界疫情在这一周 如果老师是在上个月的预测 开始有了转变性的数字 之前去年很多人跟老师讨论的时候都不相信 老师说在3月份 2月份会有 疯狂的施打开始加进脚步 3月份会有很明显的改善 大会都不相信 有什么那时候在高点 也看不到尽头 但是事实上 事实上现在其实真的是有很多转变的数字 首先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 新冠疫情的金曲排行榜 来首先看到美国 美国真的要打点老师 真的很可能被他被美国甩了两个耳瓜子 为什么 因为前两天老师才公告了我们3月份的刘月总论 阳历3月美国单日新疹的病例数会压在8万以下 结果想不到这一周 我们最新的报告 老师看的都是最新的WTO的报告 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民主的灯塔 虽然它还是位居于世界第一的宝座 但是他的单日新增的确诊病例数 已经降低到了每日仅有10万5千人 看来不用到3月 美国就会降之8万人以下的单日新增病例 所以一个人一个领导人的一个正确 这政策正确 这是一个挽救许多人生命的事情 好的政策就是好 我们不管说我们对他有没有偏见或是一些想法 但是对的政策就是可以挽救这些事情 同样的事情如果特朗普去做 相信他做的会比拜登更好 为什么 因为特朗普他是有个魄力的人 他想干的事情一定要想办法干到底 虽然这次翻盘事情他没干到 但是他大部分想做的事情他都做到了 我们这些必须要给他一个肯定 他真的是有个魄力的人 而第一名已经确定了 暂时不会改 第二名是谁 第二名原本应该是巴西 但是老师却翻了WTO的报告里面 巴西最新的报告并没有上交上来 不晓得他们是不是也在忙他过年 说他没有出现这个报告 说老师也不能把他做排名 现在今天暂时的第二名是谁 是法国 有没有除大家意料之外 法国是第二名 法国的单日新增病例数为19,000人 这个对法国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警讯 为什么 因为当全世界的病例就持续性的往下滑的时候 法国他还能在高峰 还在高点上徘徊 这个只能说欧洲人就有小毛病 自我意识太强 在和平的时候 其实大家可以互相尊重 那也没什么事 但是社会的发展会比较慢一点 但是逢到这种国难来袭 尤其是瘟疫这种事情 你没有看得见的敌人 因为人人都可能是敌人 因为你敌人看不见病毒 他们又没办法去配合这个政策 所以说这个时候 这会发生一个比较有趣的民族性 就是你进步的时候很慢 发生祸事的时候你毁的很快 这个是没办法 这个是民族性 第三名是我们的刚才谈到日不落帝国 也就是英国 我们大英帝国在这一次的变种病毒 在他们伟大的首相强生的权力控制之下 同时也做好了脱欧的后的一个经营跟准备 以及疫情的控制 还有水灾的蔓延 虽然这几方面都不能说他做的都是绝佳好的 但是真的可以看到是说强生政府 约翰逊政府 他要真的去努力的去维持好英国的一个存在 单日的新增病例 他已经从高峰的五六万人 跌至现在只有18000人 这个趋势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 在这样子很特殊的欧洲民族性之下 他可以从变种病毒的一个泥到里面 快速的控制住 我们只能说领导人的手腕还是真的是很重要的 第四名是拜登上台之后 就很巧合的发生了各地暴动示威的 也就是民主备欢乐送的国家 俄罗斯 俄罗斯的单日新增病例 他也略略降低了一点 降到了16000人 俄罗斯在川普大帝上台之后 享受了4年几乎是西线无战事的和平 还可以取消了中岛条约 开始发展的武器 以及国内的稳定岁月 但是天下就是这样 无巧不成书 偏偏民主党上台的时候 民主欢乐送就开始示威抗议了 这也挺令人去玩味的 第五名是谁 第五名是意大利 意大利还是维持他的实力 保持在13000多人的上下 有朋友问老师意大利的未来疫情发展 老师也只能说加油好吗 第六名是欢乐的墨西哥 担任了新增病例 降制到13200人 也算是维持实力的疫情发展 偶尔上升 但是大部分维持在一地的水准之间 都是1万多人上下了 为什么 不戴口罩 就这么简单 不戴口罩 第七名是谁 第七名是比较特殊的存在 老师印尼 印尼的单质新增病例 印尼的单质新增病例 他是在哪个什么地步 印尼的单质新增病例是在12000多人 老师相信印尼这个数字 应该是被严重低估的一个数字 因为在这个时候还维持这个病例数 那是个很吊诡的数字 应该有比较多被灌水分的地方 第八名是印度 印度久违了回到前10墙的榜内 但是不是因为他增加了很多病例 而是别人下降的太快 把他推到了前10墙 但是印度单任新增病例 是已经降到了12000多人 以一个有14亿人口的国家 而且几乎没有社交距离可言的地方 这个数字已经算是他超级强了 各位有没有这样觉得 他真的是很强的 第九名是捷克 单任新增人数为8600多人 他比较少上榜 第十名是谁 第十名是欧洲的领导者 德国 单任新增也是差不多是8600多人 但是比捷克少个几十人 所以屈居了第十名 以上就是我们在这一周 最新的一个染疫报告里面的10大排行榜 金榜我们每个人都讲 希望金榜不要讲太久 希望这几个月以后就可以取消这个单元 我们直接享受安和乐利 和平快乐的生活 不是很好吗 希望过几个月老师的直播 可以在世界各地举办 对不对 不是就在台湾 蹲在一样的场景 看了多把 是不是 而其他国家马来西亚现在在世界第21名 单日新增的病例 稍微降低到了3800人 以这个曲线来看 似乎马来西亚还有机会会进入到上升 通道的机会 现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不是上升就变了回去的原点 不然就是很快速的下降 这个要非常注意 而对即将来到了华人的农历新年 老师只能希望马来西亚的亲朋好友们 要多注意一下 今年小家庭的年自己过着就好了 为了长期我们都能够团聚 这个是必须要做一点牺牲的 好吗 第二十二名是加拿大 单日新增到了3300人 数字也是往下降的趋势 第二十四名就是所谓的南非变种病毒 讲到这里老师就想到去年底爆出了南非变种病毒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频道都在预言 或是讲命里的所谓的老师大师们 都说这是大灾难的开始 人人都进入了人类大面诀 人类都可以怎么样留一半黑暗时期 什么河相什么都来了 有些不是印度南海讲的 其实他们把他拿过来随便乱讲 但是只有老师还是坚持了什么 只要他的名称还是新冠病毒 基本上都还是可以控制住的 所以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听灾难 那个末日说都是红红火火的 当然这个没办法 该是什么老师还是讲什么 还是必须要去跟各位如释以报 而在日本已经降到了第29名 单日新增的病例数已经降至了2200人 这是一个很好的局面 日本首相菅义伟现在要举办奥运的决心 真的是不容小觑了 这个大家认为可能是安倍替死鬼的首相 似乎有成为封城秀吉的存在 千万不可以小觑他 但是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如期的举办奥运 真的要得看3月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 3月如果控制的非常好 日本在1000个零以下甚至500个零以下 那么其他各国的奥运选手 才能够施打疫苗之后进入了日本 来进行他们的比赛 或许观众没有这么样的踊跃 但是至少我们把这事完成了 这对日本来说是一个使命感 或许他的经济的好处已经没有这么多了 以前进到奥运的国家 那是万人空巷 这个国家整个都要动起来 去做观光旅游 百业兴旺 这是一个必须要掌握的一个运动盛事 但是日本这一次可能就是选手去 其他人不大敢去 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而在其他地方 南韩也保持在300多人的新增病例 所以基本上还在空之中 越南有些人遇到越南 就老师的家族有在越南 越南新增也仅在9人 有人问老师越南的疫情会如何 老师还是跟你讲一句 不要小看越南共产党的力量 防疫部分他是没有跟你讲人权的 下了飞机没有再给你问些543的问题 直接把你带去隔离 而且你要直接先付钱 不然你吃饭都成问题 你知道吗 人家没有跟你码系的 而澳洲跟纽西兰新增病例仍在10人以下 所以看来澳洲跟有澳这边两边 都可以进入到一个白色联盟之间 最快速消灭新冠疫情的系列国家 而我伟大的中华民国 单日新增也在境外感染的树栗而已 就一两栗也比不多 但是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即将来到了新年 我们台湾有个特色是什么 好了伤疤忘了疼 该玩的该吃的你都不能限制我 因为闷坏 对不对 闷坏 而不能不提到的是万恶的共产党 是不是这个无人权 这个独裁暴政的国家 他们仍旧保持着疫情的强大的控制 除了上周的吉林省群聚感染之外 疫情都受到很妥善的控制 今年的经济发展 看中国大概可以维持到4%以上 未来的RCEP签订的效率 真的正式的运行之后 以及后面的中欧投资协议的运行 都值得我们日后观察 东方的巨龙 是不是真的可以借此腾空而起 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篇幅 刚刚讲到疫情的进取排行榜 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个部分 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 就是什么 疫苗施打的进度 然后进度很重要 第一名还是美国 他的染疫数跟他施打数都是第一名 单日他们施打的疫苗的数量 已经持续的高升 真的是佩服拜登政府 他的政令跟他的行为是真的能够去落实 这很重要 所以说他们单日的施打疫苗的进度 达到每一天160万的数值 这个真的是世界之冠 而且他的效率是非常之高的 他人口不是最多 但是他施打疫苗的速度是最快 第二名是谁 印度每天有45万人施打 印度还把疫苗送给其他的小国 来给你做一下疫苗外交 但他效果怎么样 没有人去批评印度了你知道吗 中国做了疫苗大家都批评 但是印度的疫苗没有人去批评 为什么 因为他有特殊的存在你知道吗 第三名是谁 第三名是智利 智利这个国家每天有27万人施打 第四名是德国 每天有11万人施打 第五名是意大利 可圈可点 这个随性过生活的国家 每天还有8万多人去施打疫苗 但是不戴口罩 还是很扣分是不是 第六名是印尼 我们刚才讲的印尼 他的染疫数字很有很值得怀疑的 他的每天施打疫苗人数为6万8千人 第七名是土耳其 大家没想到吧 是土耳其 他是5万8千人 第八名是摩洛哥 也没想到吧 他每天施打是5万6千人 第九名他是打的是5万1千人 第十名是谁 以色列 他打了4万2千人 以上就是我们施打疫苗的国家的前10强 10强的一天施打数 大概是多少 总共把它加起来 10天的10强的疫苗施打数 大概为300万人以下 大概是280万人左右 但是我们的疫苗很奇怪 全世界无论是阿斯克杰利康 无论是新科 无论是世界各地的疫苗 你出货的数量已经是数以亿计了 你知道吗 用亿来算的一个数量 你每天施打300万 10天才3000万 100天3亿 好不好 100天3亿 但是100天之后又几亿支的疫苗出来了 而这些疫苗现在到底在哪里 对不对 你既然出生了这么多 但是施打人却这么的少 那么这些疫苗都在富有国家 比如说美国 英国或德国 这些比较有钱的国家里面 他们慢慢施打 慢慢施打 但美国他施打是比较快的 慢慢去施打 为什么 因为有先排到先打 就这个没有说为什么 但是慢慢打 其他的穷国 其他的需要疫情也是严重的 有没有被分到疫苗 没有 你要买也买不到 你等他们打完才轮到你 为什么 因为出钱人是大爷 你知道吗 你要有出钱先买 你当然在排队来讲他先排 但是这个对于人权跟价值 是不是在这里范围之内 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你要先打那是应该的 但是你凭什么跟人家讲人权 你怎么讲这个世界人是平等的 你要当你全世界 你去说欧美国家都在关心 中国新疆的棉花是不是红色的时候 他们的背后藏的那些 数以千万上亿支的疫苗 却不愿意分享给其他的穷国百姓 那么这人权很简单一件事 不存在没有利益的国家百姓里面 也不在哪里 也不在罗兴亚人身上 只存在于对他们有利益关系的时候 所用出来的筹码 可惜的事情 他大家都太相信了 所谓民主人权是真正存在的 这是真的吗 我们很现实看到世界的发展并不是这样 有钱的国家 有权利的国家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但是没有权利的 在这些国家苦苦生存的这些穷苦百姓 却没有人愿意看他们一眼 因为他没有办法产生利益 所以说我们要说一件事 你当你的人生在抱怨自己不公平的时候 在对别人抱你不公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现实一点去想一件事情 是什么 你自己对别人有多少利益 讲这个很现实就好像不慈悲 慈悲那是菩萨做的事情 老师不是菩萨 老师只能提醒你 当你觉得你收入被苛求 然后再什么东西被虐待 或怎么样对他对你不公的时候 代表你的价值没有这么高 或者你自己都不认同你的自己的价值 比如说什么 你就觉得老板 你为什么只给我3万块4万块台币的薪水 你为什么不给我10万块呢 你给我10万块 我就给你做10万块的事情 问题是你现在只能做2万块的事情 你怎么要求老板给你发到10万块 你对别人多重要 你才会价值多少钱 很重要的事情 老师 算过当从业这个病理一业这么多年 很多人抱怨不公平的 通常都是收入比较低的 是正常他们命不好 通常都不是 那是心态的问题 这是心态的问题 当你自己没有创造出超越自己价值的存在的时候 别人就不会用更多的钱去拿用你 因为用你给你3万块 就算你发挥5万块的实力 这是正常的 你买东西要买物超所值 其他你的客户买你也是为了物超所值 老板请你也是为了物超所值 当你没有物超所值的时候 你只是能提供只有这个价值的时候 你不要期待别人对你更好 这是不可能的 当你觉得别人不对你好的时候 你对别人怎么样 这也都是一个很对等的事情 我们这个世界讲求的是一个终极的平衡 这个是讲到一个稍微比较封建话题 就是这个世界终极的平衡 无论怎么样 你做出来都会回到你身上 当然有些事情我们是可以调整的 比如说有些亲属他们的一些过度的道德绑架 我是你妈 所以说你这辈子都要为我所用 这个我不要理他 你是你妈 你妈又怎么样 我妈也不见得理他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我的工作是把现在过好 这个就是不用被道德勒索 当然有些的事情除外之外 大部分你当你肯定你自己的价值 而且你能够对别人有价值的时候 那么我们讲熟悉一点的 你人生的事业比较能够圆满 当然事业不一定 但是你的事业或是你自我价值的生活 才能够比较得到自己想要的一个地步 不要去怨恨马云 为什么他可以成为中国那么富有的人 马云在蹲在阶梯上 生意找不到 薪水发不出来 蹲在阶梯上哭的时候 多少人会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你不做他做 他成为马云 这是这么公平的事情好吗 讲到这里疫情的变化这么多 老师还是讲 这个月开始正是进入了后疫情的时代 从这个月开始起串 就是后疫情时代了 也是新世界的经济起飞点 这个是很确定的事情 如果你还在被那些末日说的频道主吓傻了 接下来又什么可怕的病毒大流行 世界经济要崩坏 然后脑子栽掉了体操会 又再说中国要掀起核战 等等一切的 你这日子就不用过了 为什么 因为他希望你怕 但是你不能害怕 因为日子是你过的 而不是他过的 好吗 如果你相信他了 你被他吓傻 你才是真正的傻子 好 看各位什么问题